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在现在这个社会上 用哪些男人是不喜欢豪车的 原本走在街上看到豪车 就会情不自禁地瞟上两眼 说到车的型号 还会把它的车牌号给记下来 有的时候如果看到的车牌是亮号 还会给车主的身份加分 但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作为顶级的超跑 国内的法拉利几乎都没有车牌号 说到广东的月A0000F1 似乎就只有创业X110这个车牌了 说起创业X110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为保留着车牌 这属还买了台斯科达 在这之前 这个车牌一直都是用在法拉利F12上 乍一看这个车牌号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实际上 X110这几个字符非常像汉语拼音的小的拼音 而车主的名字里恰好也有小字 可以见到这个号码对于车主来说 是多么的意义非凡了 为了一直沿用这个车牌 车主还特地买了辆斯科达 等到旧车处理了 新车到手了 又将这个车牌给换到新车上了 因为我国的法律规定 原车主更买的新车和二手车 都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号码 其实这辆法拉利F12 也是连二手车 有人可能会觉得 二手的法拉利就会便宜 但是小明想说的是 如果一手的法拉利车主是高年富豪 那么买二手车的法拉利 可能就是自身的法拉利爱好者 低调的富豪了 比起买一手的法拉利 拉菲尔尔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首先你得是法拉利的忠实会员 如果不是 你就没有资格买到这种车 目前全工用了这种车的人 超过十个 并且只有这一个红色的法拉利 拉菲尔尔是上了牌照的 再一次说明车主对这个牌照 是多么中意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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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